深色的台湾話第十九集 黑漆漆不甘本出彼 以前有一個版杜漆漆的故事 一個千金秀者出家時做一個丁蓮 石山漆漆漆漆漆 意思就是說 整島上的菜式 找不到一路切草 魚跟魚到漆漆漆漆就是鮮 第二鮮是鮮味的意思 第二鮮是鮮笑 表示嘻喊 意思就是說 對很多凡夫俗主 他看不見面 想不到有一個宿舍 老中生地 他就說 從前入住 好吃好日 其中入住合日 那就是好 第二好是鮮好 或是有在地的意思 第二鮮是鮮愛 愛憨 生為流團苗年絕對 今天想要向大家分享 魚相關的利益 修仙說 魚有拼頂 以前阿嬤在念 鮮鵝 二手 三便 四咖 這都是最拼魚 所以說 有錢吃便 如果沒錢就不用吃 這句話 很客氣 也很醋味 有鮮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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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魚 不過錢 讓你們有一個 第二名 想幾半半 原來 鮮鵝鵝 是頂尾 也就是 台北市文山區的情媒 如果要做事情 要給你說清楚 我們就有 台魚要台頭七 講話要頭七 這句話來開頭 有的人重生 要形容他 黑魚七 也不敢在奔處逼 意思 黑魚頂尾 躺在家裡 自己吃 連最沒效 要等到的魚 其實也不敢在奔處逼人 這是不是很無量 大張手 打有茶 大買魚 台有肉 這是說 有豐富的利用 才能處到最頂的材料 白皮頓中類小碗 這間不一樣 我們就可以說 魚反魚 魚反魚 魚 魚人 魚人 無限 最好 讓大家 要骨蠟 打招 才有成功的日子 千萬五湯 親魚煮麵線 如果吃飽 倒在爛 要讓魚 倒進水 辛苦 以後感 每次 家伍和理智